我的青春戏其实没有叛逆过 但是可能能够想象得到吧 因为就算自己没有 但也知道就可能周围的朋友啊 或者说在网上也会看到一些新闻嘛 就靠一些想象 还有包括跟导演的交流沟通 有没有哪段戏当时在演出特别满意的 我觉得我挺 也不是说满意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 突如其来意外的一个惊喜 是在弹吉他唱歌那一场戏 所以弹吉他是有的 然后是轻哼的 但是导演让我把那一首歌就唱出来 就完整的唱出来 然后当时哎呦我真的吓懵了 然后我就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就赶紧赶紧在那练歌 我就怕我的声线就唱歌可能会跑掉 或者什么的 但是就自己轻唱 就自己弹着吉他轻唱 然后轻唱觉得现场好安静啊 就自己觉得挺舒服的 因为那首歌也是非常的治愈性的那种 特别暖 听起来也非常舒服 对那场戏应该是一个意外的 我自己对于我自己来说 一个意外的惊喜 然后会唱那首歌 对 像你这种思想的系统 会突然间觉得说 营造出一个很奇特的气场 大家彼此也都会变得更亲密的感觉吗 嗯 这我觉得应该 这是应该的吧 就是大家能 就是每一个演员能够把现场 所有人都带动到这个氛围里 当然是最好的 对 这也需要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解雇杂货电视 独眼归舞 他本作品里面 描写 缘和人之间的这种感情 牵绊 羁绊 最深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不知道您自己怎么来理解 这种人和人之间的 所谓的 我们叫羁绊 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 正是因为有这些 每个人之间的一些缘分也好 一些羁绊也好 还有一些牵连 所以才会有 有爱情 有亲情 有友情 有爱 有温暖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是 这也是最暖心的一些 一种化学的一种反应吧 大家能够同样被选来到一部戏里面 一起去创作一部戏 然后再由这部戏去治愈 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让大家也感到温暖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 刚才这个监制愈说到说 你看小凯 包括这个小剑 三个人在片场非常地鬼马 然后说媒体可以来到这里 亲爱的观众朋友 很高兴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我是互联网创业的游江教练 今天你有幸能看到这个视频 我愿意手把手教你 如何利用互联网 一部手机批根网线 实现个人的创业梦想 我们不需要投资 不需要找人脉 更不需要东方西跑 我已经带领了一批又一批 90后00后 甚至50多岁的网王阿姨 实现了他们的创业梦想 如果你是一个有激情 有梦想 又不安于现状 想实现自己人生最高的价值 那么请大胆地 对自己的过去说一声喽 请记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QQ与微信 9700-366-45 9700-366-45 了解不会损失什么 但是拒绝了解 可能会措施良机 谢谢 我自己出演 就17年 就是现代 对对对对 所以在17年的这个时候 怎么要去跟比如说93年 这样之前的这种情感 直接产生无影 93年我才1岁 93年才1岁 我觉得 但是 也会去看一些图片吧 也会去看一些图片 也有一些电影电视剧的作品 对就去看一下 然后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所以 所以 你觉得自己 就是 有三年的这样的作品 有什么能说一说 那 哦呀天 那我还真没有 九几年的 差不多 那个时候 挺多的吧 但是 一下要说出来的话 那得多少啊 九几年应该也是很多 特别棒的电影和电视剧的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时代 对 所以 现在能想到的就是那些 那些微卷的头发 那个招手亭 妈妈们的那种招手亭的头发 然后 刚开始流行起来的靴子 就挺复古的那些 一些外在的东西 对 还挺多的 说实话 作为演员的话 其实很多角色都很想尝试 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些 就这样就会富有挑战 也会让你觉得很有新鲜感 我觉得挺多 反正 现在目前的就是要 拍好现在正在拍的戏 然后一部一个讲应吧 那么在这个剧中 跟除了小凯 还有小董之外 有没有跟其他人的对手戏 合得多 没有 我们是就三个人 在杂货铺里的戏 就是 解忧杂货铺 是一个帮助 激性的人 可能解答他们困扰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要真的有 这样一个截助 咱们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困扰 想这个地方 来帮你解答 我目前的困扰 其实现在还好 现在开开心心的在拍戏 好像也没什么困扰 但是我觉得 哎呀 今年又要过起了 2017年 我这游泳这事 已经说了三四年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就是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能够 快速的学会游泳 并且不怕谁 我觉得应该是我 现在最大的烦恼 因为我不能再说了 我不能在明年的年底的时候 再说我学会游泳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砸掉电视机了 所以我还是 今年赶紧学会吧 就还差一个 两个月了 对吧 现在十月份 还有两个月 我 对 这是我目前最大的烦恼 怎么样可以不怕谁 希望我们的网友也来帮你 给大家这个 好呀 谢谢大家 因为这个之前演过不少电视剧 然后这次演电影 会不会两个剧种之间 可能有一些 工作上节奏的差别 这样的感觉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演电影 那电影和电视剧 可能工作上 其实也还好吧 但是可能电视剧 会更加的紧凑一些 那一天可能实际场期 二十场戏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台词也会比较的多 那就需要前一天晚上 也要做好功课 可能台词多的那些部分 要提前先备好 那像电影的话 其实也是需要提前一天 去做好功课 那更多的也是到现场 跟导演 还有跟对手演员去磨合 对 现场可能会给我们 更多的时间 因为可能一天 有一两三场戏这样子 所以就现场 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 那电视剧可能更紧凑一些吧 可能在工作时间上 是这样的 因为好多人都觉得说 在电视剧的剧组 比你生活特别规律 可不可以到电影剧组 还会是整个规律的生活吗 还挺规律 我在节油杂货店的时候 就每天早上去拍戏 然后像一个上班组一样 对 然后中午还有 大家也会有放饭的时间 然后还可以休息一下下 然后下午再接着拍 这样子 挺规律的 这次大夜戏多了吗 夜戏也有 就几天吧 我忘了是几天 五六天 还是四五天 我忘记了 对 也有大夜戏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从入行 到慢慢的 慢慢的 成熟 不知道是 发现自己觉得自己 在突然间觉得自己的演技 又上了一个台阶的时候 那个时候 是有什么 那个阶段 我好像没有过这样的阶段 说明我没有上升吧 你看 可能演技没有提高 对 我觉得 反正就是一点一点 在收获一些 对 没有说就突然 某一天 演完某一场戏 就突然有了一个大的跨度 还没有 就是每天都在积累一点 小的经验 对 2018年 也马上要到 是吧 明年有什么样新的计划 能让我们的老友分享 2018年 我现在在拍电视剧 1001夜 可能会跨年 然后一直到 对 明年 2018年 所以这就是目前的 正在工作着的一个计划 那接下来可能明年 啊 然后年底的时候 几个杂货店会在12月29号上映 然后明年会有电视剧 里会入歌播出 谢谢 谢谢